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7月18日 山东泰山实应广州城 周日晚上 中超赛场第六轮继续进行 其中一场焦点战中 山东泰山将和广州城展开对决 双方过去十次交锋 山东泰山赢足七场保持不败 名副其实是广州城的克星 而且前者联赛至今攻防表现俱佳 山东泰山是一胜券在握 山东泰山新赛季目标剑指冠军 前五轮比赛结束 他们取得三胜二合战绩 在中超名列前茅 休赛期引入孙俊浩等人效果明显 加上一众核心球员发挥稳定 让球队成为争冠热门之一 山东泰山过去和广州城 有过多次人员交流 双方每次交锋都熟行熟路 而结果多数是山东泰山全面压制广州城 尤其是前者的边路优势 配合中前场费兰尼和郭田宇的空中优势 广州城面对山东泰山只能较苦不迭 虽然身材高大的费兰尼出身后腰 但他被改造成中锋后威力无比 本赛季六轮比赛他已经交出三球的成绩的 另外郭田宇经济也已经攻入二个联赛入球 山东泰山的轰炸机组和令人生味 金铺面对过去多次被挤队教训的广州城 山东泰山有望迎来赴赛后首胜 阵容方面 中场阿古德斯等人均未归队无法出场 广州城过去之所以屡次被山东泰山克制 除了后者空袭能力出色外 广州城防空能力不足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层超古西美马基斯等人均是边路好手 一旦攻入对方腹地后 身后空档就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打反击 广州城后腰覆盖能力不足 而且也没有绝对高度和山东泰山的轰炸机组和抗衡 其实广州城实力不弱 尤其是巴西外援古西美马基斯加盟后 进攻明显提升一个档次 而T立安高等人也有不俗的破门能力 此番依然能对山东泰山有所威胁 考虑到山东泰山经济防守端也较为稳健 前五轮联赛三场零封 广州城想要改变命运攻陷山东泰山并不容易 阵容方面 中场据使云迅为国出征未能及时回归 感谢你收听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谢谢给我们一个赞和支持 请不吝顶